在香港, 住在香港真是很方便的 因為什麼交通工具都有 而我自己就很喜歡乘巴士 現在乘巴士還很方便 因為有個APP 可以隨時知道巴士的到達時間 付錢又可以電子支付 所以說巴士的發展 可以說是跟著時代走 為了實現2050年前的炭中和目標 近年香港的主要巴士型辦商 經運輸署的協調之下 致力參與電動車試驗計劃 例如測試在香港道路環境下的運作表現 電動巴士行走路線 充電安排和配套設施等等 在電動巴士之前 其實我們坐的都是柴油巴士 而我小時候最記得的是一上巴士 就會找窗邊來坐 聽著歌, 看著風景 這樣真的很有回憶 巴士真的陪著我長大 不知道巴士對於你來說 又有甚麼集體回憶 戰後, 大量新移民從內地來到香港 香港人口急增 巴士服務開始供不應求 於是就有雙層巴士出現 第一輛雙層巴士烏咀狗 是甚麼時候開始出現 1949年, 公司引入了四輛雙層巴士 那四輛巴士 因為它的水箱是黑色的 所以人們稱它為烏咀狗 哪幾條路線會用到這輛巴士 當然, 走的是一號線和四號A線 是一次有雙層巴士 在道路上也要配合 將招牌升高 還有將樹要收拾 知道當時你有份駕駛這輛巴士 還記得當時市民的反應是怎樣 非常歡迎 小朋友最喜歡坐樓上 一行車時很涼爽 可以看到風景 以往來說, 坐單層車 就比較低一點 你現在坐位多了 整輛車的載客有73個 所以大家也歡迎 非空條巴士, 俗稱熱狗巴 至30年代就跟市民一起成長 但隨著提升服務質素的需要 於是就誕生了全空條巴士 1991年, 因為公司投入一條 專利巴士線 公司是用全新的豪華冷氣雙層巴士服務 當時是由金鐘到麥當勞道 下來金鐘 是為學生和住在麥當勞道的居民服務 當時的人坐車是怎樣的 他們的感覺是怎樣的 學生很開心, 有冷氣 很多不是上學的都特意過來坐 有些客人上來, 一聲 私勇坐椅, 有窗簾 冷氣有夠冷 好像坐了旅遊巴那麼舒服 當時你開冷氣巴士的感覺又是怎樣 人家看見, 眼神很羨慕 有些同行托高手指, 就覺得自己很優越 那城巴是何時開始 全部巴士都變成冷氣巴? 1998年, 城巴全公司都改用了 有空調的巴士 因為阿宅, 你說是哪裏 但是, 有空調的 以及服務範疇是怎樣的 我們巴士公司… 第三巴士公司在2018年10月24日 正式投入B4旺機場和B6 去滿東村的24小時巴士路線 服務範圍圍繞著機場和滿東的 旅客和市民 現在我們的營運情況也是暢順的 在繁忙時段 我們也會加密班次,特別是假期和大日子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輛巴士很新鮮 有甚麼特色嗎 這輛車比較特別 第一輛有電子導後鏡 電子鏡的好處是當溫差大時 沒有實體鏡的起下影響 駕駛比較安全 車廂裡的乘客很容易遮擋我們的實體鏡 如果電子鏡就會避免這個情況出現 另外,在安全上 我們每天都在電子鏡上有三條線 是輔助給司機看轉彎、泊車 還有這輛車的設計是森林的環境 椅背是綠色 還有地板像泥土的顏色 還是有一個郊外的感覺 巴士陪伴大家走過不同年代 盛載大家的集體回憶 相信你也會有一個 屬於自己的巴士故事 不知道哪一個是值得你回味的 屬於自己的好處 假物海道 耍尿 你 этого是個以往